今天买点鸡尾虾 家人们 三十七块钱一斤可真不便宜 就买这一点四十块钱 买的时候很羡慕 放到晚上弄 发现都发白了 可惜了 看来还是得买回来就得做 好咱们先把这个虾头给它去掉 然后这个虾尾 从这个中间把它切开 需要把那个虾线 咱们给它弄出来 看看这个虾线在哪里 虾线呢 这个虾线有点小不好找 这事吗 喂 虾线你在家吗 在这里在这里太细了 都快找不到了 咱们把这个虾全都清理干净之后 就洗一洗 我这个是洗了三遍 干干净净 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 因为我准备做一个胶岩虾 所以先得用油把它砸一遍 油热一点了 咱们开始放虾 这样太慢了 直接一筐到里头 其实这个胶岩虾的话 前几天我就做的吃过 就在我那个做了一桌子菜里边 其中就有这道 然后有个网友说看着不错 让我输一下这个教程 哎呀我荣幸滋滋啊 教程就不敢当了 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制作过程 仅供参考 虾砸熟了之后 咱们就把它省起来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咱们准备一下其他配料 辣椒 蒜 蒜什么的稍微有点多 怎么加颗钱进度哈 好了 今儿还要准备一个胶岩 材料都搞定之后 咱们就再次烧油 然后放入蒜 尖椒 还有青椒 洋葱 就这几种配料在一起 随便一炒就很香啊 对不对家人们 我就直接把它炒熟 然后再倒入鸡尾虾 然后把它们一起随便翻炒几下之后 就要加入灵魂的调料 椒盐 多撒一点 多撒一点 因为这个椒盐下 主要就是个椒盐比较重要哈 其他调料咱们都用不上用不上 然后加入小葱 再撒上一把芝麻 好了 咱们准备起锅 省起来 省起来 好香啊 我来尝一口看看 外面这个下颗布满的椒盐的味道 嚼几下已经碎了 很脆 你们这个虾肉呢 依然保持着鲜味 哎呀 这是外焦里嫩 一个字 好吃 你们觉得我今天做的这个椒盐虾 怎么样了 家人们 嗯